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跟前年都有 我在线下的时候有让大家体验到一颗巧克力 我播四个音乐给你听 你会吃到四种味道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包括牛肉也好 包括你玩的精油也好 上次我们在精油那堂课里面 橙香那堂课我们已经玩过了 我播一个曼陀林的曲子 你就会听到 你就会闻到那个橙香味道会改变 会变得更香更甜 所以为什么这样改变 有机会再跟大家比较深入的说明 声音可以瞬间改变你的五个感官的神经组合 神经连结 所以为什么声音这么神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可是人类其实浑然不觉 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 包括我去嘉义参展的时候 嘉义县长也好 或者是现在公司的董事长陈玉秀也好 或者是说王子娇也好 王子娇也在现场 他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就说 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 有一个音乐艺术的大师 他可以用声音来改变我们喝茶的味道 这在台上他讲的 事实上是真的 只是你能不能够去品尝得出来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大部分人应该有些感觉 你只要够安静的话 不要一直在讲话 或者是说思绪在混乱 基本上你好好静下心来去品尝也好 闻香也好 或者你吃 不管是吃哪一种美食 或者你喝酒也好 不管你是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 你可以用声音做很有趣的实验 你会瞬间改变你的味觉 跟你的嗅觉 还有你的其他的感觉 而且它会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有些人听声音会闻到味道 有些人听声音 视觉会产生一些画面 甚至有时候你听声音 你眼泪会掉下来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最近在上我情绪转化第二期的朋友 每个人都有很深刻的感觉 今天有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有什么方法 或许可以来做点疗愈 或是做点预防 看看那种非侵入的方式 对那些偏头痛 或是三叉神经痛 或是这些神经性退化的 阿茨默症 帕斯基因症 跟失事症 甚至你脑部曾经撞击过某一边 现在还隐隐作痛 我上次以前除了说 我介绍过那些醒脑的神曲 你可以回去看我的Facebook 除了那些曲子以外 其实风水神曲其实也蛮厉害的 但是今天我专门就人声的部分 因为歌剧是人声 它比小喇叭 还有这个风笛 基本上我觉得对于人的接受性来讲 会更高 所以我今天又特别 跟大家推进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先学一学 或体会一下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 很好深刻的体会的话 以后可以交交你的家人 或是说交交你的朋友 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助自己 在于这种神经性退化的时候 可以做点帮助 歌剧人生的魅力 泛音与温度 其实歌剧 是西方舞台里面的一个表演艺术 它用歌唱跟音乐的交替 来表达剧情的戏剧 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其实不是很习惯 因为第一个我们听不懂 就真的是 格语如格山 如果你听不懂 他意大利文的唱法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演什么 所以既然隔了这个山 其实那座山就非常大 所以很多人到欧洲去学这个歌剧来讲 第一个最大的门槛就是语言 所以他们一定要修意大利文 这是肯定的 那当然可能也修法语 或者修德语 当然在最早的时候 从17世纪开始 在191600年左右的时候 这歌剧就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 它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剧场音乐 那在这个佛罗伦斯里面 它就慢慢形成有好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背景 而且它每个人都穿戏服 而且它在唱歌的过程里面 也带着表演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所谓的一种剧场 那这个剧场呢 其实就是古代的贵族世界的人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Netflix 或是在这个什么盒子 去追那个剧 像很多女孩子会追韩剧 追日剧 追什么剧 其实听歌剧也是追剧 因为当时没有Internet 而且是贵族世界的追剧 一般没有钱的人 他还没办法 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18世纪左右 我们现在大概比较听到 大部分18世纪的 这个像莫扎特写的一些歌剧 或者说到19世纪 写的一些歌剧 这些歌剧当时来讲 都是献给贵族的 帮贵族写的 贵族写的时候 他在开歌剧的时候 那当然也有的有售票 有的是在献他的财富 他有帮他养起 这么优秀的音乐家 所以当时的歌剧 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乐团 所以你们看到 如果正统的歌剧来讲 就是上面在表演 那下面就是有一个乐团席 那听众是坐在上面 是看不到乐团的 那大概看编制的大小 有时候可能二十几个人 甚至可以到一个交响乐团 都有可能 就看你的歌剧当时写 尤其是后来歌剧越写越大 所以等于说 也几乎整个交响乐团 坐在舞台的下方 在现场演出给你听 因为指挥呢 交响乐团指挥也要坐在台下 也要看着那个台上的这些人 在演出 那些演员的演出 所以要搭配的 就好像你们现在看电影配乐一样 电影配乐也是一样 如果你们看那个电影 怎么在现场录音的时候 如果是交响乐的话 一样啊 你看龚崎俊的音乐也是这样 就是他把影片投在大荧幕上面 那谁在看呢 指挥在看 指挥在看荧幕的 那个人物的流动的过程里面 还有一些角色的过程里面 然后他用他的指挥来控制那个速度 然后交响乐团就跟指挥就好了 然后把声音给录下来 这就是同步 这个录音 其实西方的歌剧也是这样 那这歌剧其实在古典音乐里面 它是非常传统的一部分 18世纪的时候呢 意大利的歌剧 还是主流中的主流 它叫做正歌剧 正就是正负的正 它是标准的歌剧 那你知道传统的听久了 你会觉得很矫情 就是就没聊了 唱来唱去都是那种 所以在1760年 在18世纪来讲 后来就变成说 像莫扎特 他就会开始创新 就对抗这些传统歌剧的矫情 你知道吗 就是怎么唱来唱去 都是那些主题 都是那些音乐 所以莫扎特开始创新的 所以意大利开始有这种喜歌剧 像摩迪 像摩迪是后期 摩迪它就是德语的歌剧 所以你看到 那个阿玛迪斯 这个电影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时莫扎特就是挑战 我不要写意大利的歌剧 我要意大利 我要写德语可不可以 所以他把摩迪 是属于德语的歌剧 那19世纪初期呢 后来还形成了一句 叫做美声的歌剧 那19世纪中呢 就真的是歌剧的黄金时代 今天不是来大家谈这个歌剧的历史 今天最主要是来跟大家谈一谈歌剧的力量 歌剧其实唱腔里面分类里面 它在音域里面 或敏捷度跟力量跟音色来分 它有分南低音 南中音 南高音 跟甲生南高音 什么是甲生南高音呢 就是那种 大家知道吗 叫做烟灵 烟灵其实在欧洲也是 叫做去世的南高音 去世就是 是啊 是就是那个东世的是 去世 就是 就是童年时候 就接受那个阉歌手术 就跟那个 古代那个什么 皇宫里面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 公公 对就是公公一样 是童年时候 他接受阉歌手术以后的南歌手 他当然阉歌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保持 那个童声 就是他这个声音 因为童声的高音 他的 这个干净的程度 甚至不会输女声 所以为什么 甲生南高音 当时还有作曲家 为了这个 这些阉灵 特别写了一些曲子 让这些甲生南高音去唱 其实甲生南高音唱起来 然后声音也是 非常非常惊人 那女声呢 也有分这个 女低音 跟女次高音 跟女高音 大部分女声 都是负责高音的部分 那高音的部分呢 其实有分 花枪女高音 跟书曲女高音 那最主要是说 那个声音的复杂的程度 还有那个投射的能力 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曲子呢 大家每一个人都听过 这个曲子呢 每个人听过的话 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意大利文 这个应该不见得是意大利文唱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文的 那因为 因为你们每一天 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呢 都会播这个曲子 所以这个曲子 大家都比较熟 那我选这个版本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版本 这个声音的厚度 因为你知道 女生高音到上去的时候 你到越高的时候 声音会越薄 那如果女生她在花枪女高音 她上去的时候 因为花枪就是 她在高音的部分 还可以做很多美妙的变化 所以叫花枪女高音 所以你在声音上去的时候 女生他们都偏薄 但是这个女生呢 她的这个花枪女高音呢 声音还会偏厚 所以这个方法呢 这个音乐呢 我觉得对于耳鸣也好 如果你有耳鸣 而且有三叉神经痛 或者脑部神经性退化性的疾病 你可以透过待会教你的方法 你可以现在就试试看 你慢慢听 对于你原来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或许有一些疗愈的效果 待会我也介绍男的 女的 然后同时我也介绍男的 男高音跟女高音 在歌剧的唱法里面 其实某种程度上 对我们脑部神经的疗愈 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 待会再跟大家讲 左右的差别 左边跟右边 听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 我现在还没有放这个曲子 我先教大家要怎么去听 第一个 待会放曲子的时候呢 呼吸很重要 呼吸很重要 所以待会你吸气的时候 我已经播曲子以后 你就吸气 第一个 先吸气 我没有用腹式腹气 把气吸进来 不要太勉强 吸气进来之后呢 你吐气的过程里面 你吐气 你就要开始运用你的观想 用观想的方法 吐气的时候 你眼睛闭起来 吐气的时候 你要感觉起来 这个气不是从鼻子出去 你要感觉上 是从你的脑 脑 白会去 就从你的脑门 往上冲开来 所以你的感觉 你用想象的就可以 观想 观想你的脑门是向上 脑袋有个花 好像脑门有个花 你在吐气的时候 脑门有个花 向外开展 就是你白会 好像开一朵花 在你吐气的时候 把气往上吐的过程里面 脑袋的花打开 你知道吧 我们先从这样的方法试试看 我们先听这首曲子 就很简单 你呼吸 吸气 复制呼吸 然后你就听那个音乐 然后呢 你吐气的时候呢 气往上吐 然后把观想你 脑袋有一个花一样 脑门好像向上打开的感觉 这样对你的耳鸣 对三叉神经痛 对脑部讲 你就从这个方式开始实验一下 一起听听看的感觉 接下来这首曲子呢 你们每一个人都听过 因为每一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你们会听到一个节目 他就放这个曲子给大家听 所以是不是这个曲子 我不记不得了 应该是了 对 你们可以听听看 让你慢慢去感受 这个曲子对你神经开的过程 记得 你要靠吐气 把脑门的花打开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然后我放第一个声音的时候呢 你们就开始慢慢吸气 然后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透过这个呼吸 把脑袋上面的花打开 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莫扎特的摩底 吐气的时候要把脑门打开 粉独魂 不吐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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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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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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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